我是中國的公民 現在拿的是美國的綠卡 想要買飛機票回到中國去 但現在中國要求說上飛機之前必須要做核酸檢測 那他的機票是從美國先飛到韓國轉機之後 再從韓國飛回中國大陸的 那請問一下如果要做核酸檢測的時候 我應該是什麼時候做呢 是在美國先做好再出發 還是說到韓國當地再去做呢 時間應該怎麼樣計算才是合理的呢 哇像這樣專業的這個旅遊問題 我相信發生在很多我們洛杉磯的民眾上面 應該要怎麼做是剛剛好最恰當的呢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旅遊達人 是我們文景假期的CEO我們的Jeffrey Chen 哈囉Jeffrey 你好 Jeffrey 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哎呀聽到你的聲音好高興哦 每次都可以拿到最第一手的資料 最真實的資料 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講一下這種情況怎麼解決 好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從9月15號開始按照中國政府的要求 所有美國復華的乘客 在登機前必須做這個核酸檢測 必須拿到這個核酸檢測的報告 那麼我們知道在這之前呢 大家都有個14天的健康碼 每天大家都要打卡 如果有一天漏打的話就無法登機 那麼這個新的核酸檢測 這個政策實施之後呢 這個14天的健康碼就不需要了 OK 那麼關於這個核酸檢測這個報告呢 有幾個要求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最關鍵的就是說 它這個報告是要求你必須在起飛前的72小時之內做的 否則的話就不予接受 那麼這個72小時我們怎麼來確定這個時間呢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的飛機是10月10號起飛 那麼我們10月10號往前吹3天 9號8號7號 也就是意味著你的這個核酸檢測報告 必須在10月7號之後 7號8號出去的報告 這個中國的這個領館才予以接受 OK 那麼按照小米剛才這個就是 您剛才說到這個客人問到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們有很多客人遇到這個情況 就是它如果在韓國轉機 它這個時間怎麼算 是 那麼我們都知道從美國起飛呢 到韓國是有一定的時差的 就是我們今天起飛到韓國 實際上是第二天 是 按照中國政府的要求 它不是說從你登機那一刻開始 OK 而是說從你最終入境中國的 航班起飛時間來算 OK 也就是說從韓國起飛的時刻來算 倒推三天 那麼我建議凡是在韓國 或者日本轉機的乘客 在做核酸檢測報告的時候 Instead在美國起飛前三天來做 那就在兩天來做 這樣是最保險的 否則的話做得太早的話 這個核酸碼上傳到這個 小程序裡面 這個它是不會通過的 哇 這真的要特別小心考慮 因為時差的問題算是蠻嚴重的 一飛過去就算一天了 所以最好出發的前一天或兩天 才來做 太早做了等於是浪費了 對對對 如果你的飛機是直飛的話 那個出發前三天就可以 但如果是轉機的話 大家一定要考慮到這個 轉機的這個時差的原因 那我們在最好最保險的 在提前兩天 因為我們的確也遇到過客人 做得太早了 到時候這個核酸檢測報告 不予承認 還要再重新再做一遍 天啊 那如果重新做的話 我們在韓國機場有得做嗎 還是說轉機到別的地方 東南亞再飛過去 這個必須在美國起飛前 必須做好 否則的話從美國 就是這個韓國的 韓國公司 也不會讓你登機的 哦 哇 非常精確的一個答案 再次感謝我們文景佳琦 CEO我們的Jeffrey 每次聽你的解說都覺得好實在 感謝你 那麼在這個關於核酸檢測 我還有幾個小要點 哦好 小要點請說 這個中國的領館 它接受的這個核酸檢測呢 它要求必須是這個 鼻腔採集的紫樣做的分子測試 也就是我們說的RT PCR Test 不接受那種抽血的 所謂的抗體啊 抗原那種檢測 嗯 這種報告是不予接受的 那麼另外大家這個一定要注意 你檢測的時間 和出具報告的時間 可能會有一個時差 就比如說你是今天檢測 也許報告是明天出具 對 那領館是以出具報告的這個時間 來作為最終的這個 所謂的七十二表示來 來核對的 嗯 好的 真的是很仔細 對 另外還有一個小要點 就是我們有很多朋友 都就是 尤其是美國的公民 都持有這個十年的中國簽證 是 那麼實際上這個中國的簽證 已經在3月6號開始 已經暫停使用了 哦 那大家很多時候就說要注意 如果這個時候買了機票回國的話 一定要重新在領館申請新的 一個簽證 否則的話還是無法登記的 哇 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提醒 真的非常感謝我們的文景假期 Jeffrey每次講的都很詳細 謝謝你 謝謝 謝謝